另一方面 茅台酒网球巡回赛经营是在洛杉矶拉开序幕 本次赛事由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大文行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赞助 富豪卫视美洲台主办北美华人网球联盟成办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一网情深天涯比林 旨在透过网球这项运动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增进球友之间的友谊 共创海外华人社区的美好生活 茅台酒的世界相纯与网球的活力相得益彰 为北美网球爱好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不仅丰富了赛事的内涵 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 非常非常的高兴 能跟茅台一起举办这么一个网球战 北美华人的这个网球战还是很有历史的 而且我记得我都搬过两次讲了 对于我来讲呢 能够让茅台付出这么多的这个精力 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国内的一个名牌酒嘛 然后我觉得呢 不管是会喝的还是不会喝的 都知道茅台是一个好东西 所以呢 我们能争取到茅台跟我们合伴 也是予有容焉了 本次赛事的参赛队伍来自全美和加拿大 体现了华人网球爱好者的广泛参与 经过激烈的比赛争夺 南加金队获得金组冠军 在颁奖典礼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代表王立春女士 大文行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代表 凤凤卫视美洲台台长曾世平 北美华人网球联盟会长王清博士 向获胜球队颁发了奖杯 奖牌和奖品 整体比赛的规模 是美国华人里最大的规模 整体比赛的水平 也是华人里最高的水平 尤其呢我们还请到了一支韩国俱乐部的队 参加我们的金组比赛 作为嘉宾 据了解 本次比赛分为金组和银组两个组别 金组为高水平组 共有8支球队60余人参赛 银组为普通水平组 共有14支球队近150人参赛 金组的高水准选手中 包括十余名美国网球协会 全国团体赛冠亚军成员 以及一群活跃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 年轻华裔选手 此外还有如刘易舟 任青莹教练和Maggie Dung等专业选手 到场互动指导 凤凰卫视连岸琴洛杉矶报道